大家好 今天是看鴨皮的漢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如果覺得這個人真的有夠炒的 怎麼這麼點點啊 這個時候 沒怎麼說 鴨皮裡面是說 這個鴨魚是一個副詞 就是安靜的 那蝦呢 原本是這個哈達 它是一個動詞 所以這個鴨魚 就是比較點點做啦 但是要記得這件事情喔 這個鴨魚是半語 你用鴨魚這句話的時候 絕對是對你很熟的朋友才可以贏喔 你如果是對沒有實際的韓國人 直接說 鴨魚魚 那個人絕對是 所以今天你如果是去韓國 如果是在鴨皮裡面覺得 鴨魚的韓國人好像太差了 但是如果沒有實際 想說 欸 這樣可以拜託比較安靜一下 那咧 我們可以怎麼說呢 鴨魚很少水嗎 那咧 好大後面這實際的理 就是更尊敬的意思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對鴨魚是沒有實際的韓國人 最好是用 像小鴨魚那麼少水 那咧 這樣可憐啦 但是對鴨魚的態度 如果是原本就不好 你用小鴨魚的 應該是沒關係啦 但是 用小鴨魚的料 基本上就是要完結了 所以你如果是要用小鴨魚的 這個鴨魚給你自己付錢齁 我沒要先等喔 再見